像很多專輯裡面的歌 其實這些歌 雖然是我在四五年前寫的歌 而真的也是在那種 談了一段很刻苦明心的一段感情 其實像一個瘋女人 就是因為一段感情就 只想寫歌 只想寫歌 我只想哭 我只想哭 然後就寫了 但是也從真的沒有想過 會有一天變成一張專輯 也有一天會搬上舞台 那我心想說 接下來真的不知道 下一張英文專輯會 會是什麼樣子的內容 因為真的不太希望 就是再談一段很不怎樣的感情 只希望就是可能下一次 再跟大家見面 就是用英文見面的時候 我應該是一個充滿愛的一個女人 就是被愛 被擁抱 被寵壞的一個女人 也最緊張的注射 謝謝 相信宇宙的能量 但是接下來還是回到那一段感情 下次人家就能不要進來 心想寫歌 你不會給你 我愛 possibilities